接著做題目 先做一些不用算的題目 觀念的就好 靜止的東西受外力之後保持靜止有什麼條件 靜止的東西受力要保持去叫做什麼 靜力平衡 要靜力平衡 那我們剛才講過靜力平衡要怎麼樣 靜力平衡要怎樣 要合力要是0 合力舉要是0對不對 合力等於0不會移動 合力舉等於0不會轉動 這樣就必須要合力等於0不移動 合力舉等於0不轉動 它才會保持靜止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誰 答案選C 不用算 觀念就好 下一題也不用算 靜止的東西受輸力作用 所後合力不等於0 但是合力舉是0 這樣東西會怎樣 合力不是0 合力不是0 合力舉是0 那東西會如何 這是所謂的觀念題就好 帥哥美女 Number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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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啊 答案 C啦 C啦 多少 多少 C啦 C請坐 你答案選C 合力舉等於0就不會轉動 合力等於0不會移動 不等於0就會移動 有力啊有加速度啊 跑啊跑去啊 所以呢 答案就會選C 答案就選C 這就是 觀念題 不用計算 很簡單 OK 接下來就做計算 幽浩浦所示 質量60公斤 置在橫桿上 距它40公分 保持平衡 請問你 支柱對桿的向上作用力 這一題已經明示你 那裡有個支撐力了 要你求了 這已經明示你 這有支撐力要你求了 不然有人會忘掉它 老師說第一步幹嘛 畫力圖 找受力 OK 右邊有個支撐力F 左邊有個要我求的支撐力X 然後距離有這麼長 然後東西重60公斤重 OK 第一個畫出力圖 第二個 代入條件 什麼條件 合力要等於0 合力舉要等於0 合力要等於0 合力舉要等於0 因為合力等於0 所以向上會等於 向下 合力舉要等於0 就是 那個 數值中力舉 等於力值中力舉 可是如果你要算力舉 你需要誰啊 你需要支點嘛 有支點才有利弊對不對 然後你才會知道誰成誰啊 那誰當支點 老師他跟你講過 盡力平衡 大家都不動 所以大家都可以當作 支點 我通常會放在一個我不想算不用算我不要他的東西上面 這一題要我求X 誰不要 F F不要 所以呢 我就把 支點放在F 為什麼放在F 因為放在F的話 F有沒有力舉 F就沒有力舉了 我就在審視了對不對 我就在審視了 你可不可以放在60的地方 可以 你會放在X的地方 也可以 可以 或者放在中間 還不可以 也可以 通通都可以 只是你可能會做得比較麻煩 我放60也會比較快 好 合力等於0 向上等於向下 S加F等於60 我要解決S 用不到這個 我要解決S 用不到這個算式 這可以幫我算出F用的 合力7等於0 數值中等於數值中 支點在F 誰數值中力舉 S 對不對 力比多少 80加4是120 所以120乘X 數值中力舉 數值中力舉 60 80乘60 這樣就算X啦 所以DX有沒有用 沒有用 不信任的話 那是球F用的 不是球S用的 所以40公斤動 解決 說解決 我就知道 所以有40公斤動 那你會知道F有多少 你會知道F有多少 OK 因為S加F要等於60啦 你會知道F有多少 OK 有人問了嗎 沒有 換你 黑壓板 A端放10公斤 B端放40 所以B端會鑄地 然後不動 反正就 這裡又明示你了 這裡又明示你了 地板有個支撐力 這裡其實它有它沒有明示的 就是那個 敲敲板的中間 頂的地方也會有一個支撐力 OK 只要壓的地方就會有支撐力 所以敲板壓在支架上有支撐力 敲板壓地上有支撐力 然後呢 就帶核力等於0 核力級等於0 你立舉的時候需要支點 找誰當支點 找那個你不爽算 不愛算的地方當支點就可以了 其實 誰當支點都可以 其實誰當支點都可以 這樣子去算一算 解決完之後 你的答案會多少 OK 這樣解決完之後你答案多少 我要你先畫力圖 它是有幾個力 A端有10 B端有40 然後卡在上面 壓在支架上 支架上有支撐力 壓在地上 地上有支撐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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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核力等於0 上等於下 左等於用 核力級等於0 事實中等於 歷史中 你需要支點 誰當支點 老師說隨便 老師說隨便 誰都可以當支點 他應該是多少 來 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12號 12 今天到底是12喔 多少 你說不知道喔 傷害我喔 你說喔 老師說第一步做什麼 老師說第一步幹嘛 畫力圖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支架上有個支撐力 地板有個支撐力 一個S一個Y 然後一邊死一邊四死 然後 經濟平和 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合力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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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要等於下 X 加Y 等於下 10加40 合力局要等於0 合力局要等於下 需要支點嘛 合力局要等於下 需要支點嘛 你才有利弊啊 你才能夠算利局啊 好 支點找誰 支點找誰 我說找那個我不想算不愛算不用算的地方嘛 這裡我誰不用算 我要算的是X對不對 所以誰不用算 Y Y 把它放到Y上 我放在這裡 我放在這裡 這樣Y就沒有利局了 Y就不會有利局了 我就會省一個四死 我就會直接做了 合力局等於0 數值鐘等於逆時鐘 這裡誰造成數值鐘 40 誰造成逆時鐘 10跟X 所以我就假設它的棍藏是L 然後就開始 數值鐘L乘40 逆時鐘 L乘以10還有L乘以X 然後就往裡面做 就表示X就算得出來 不需要Y嘛 就不用知道 除非你要我求Y 舒服 我的第一道是用不到了嘛 所以就算完 答案就30 所以答案30公斤重 OK嗎 可以嗎 可以 很好